好了,來到我們國際貿易一個比較特別的部分 因為它出題,概念都用回之前那些 不過出題的方法有點不同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表的時候,千萬不要害怕 我們最不認識的就是不知為何 它這次只是給一個國家的資料我們 我們就會在問,我怎樣做比較優勢 所以我們看清楚,其實裏面有Hints 我們幫手間低了一堆字眼 只要我們明白這些字眼所說的是什麼 絕對不是問題 好,第一步,先看看這些字 它在三行裡面,在第一行 它就告訴我們,沒有國際貿易的時候的總產量 好,我們回到基本 國際貿易本身是一個透過專門化 然後出口一些我們有比較優勢的貨物 從而獲得一些貿易上得益的概念 如果沒有國際貿易,換句話說 這個情況應該是沒有專門化的 所以你會看到在右手邊的數字 這是一個和字 即是說這個國家 小諸國在沒有國際貿易的時候 電腦又自己做,食物亦都自己做 各字,電腦做29,食物做29 就是這個意思 好啦,本身這個數字我們得不出其他東西 我們需要配合第二個 你會看到第二行寫著 專門化生產之後,進行國際貿易的時候的總產量 即是說小諸國參與國際貿易之後 會做專門化 專門化,你看看旁邊 又是的,馬上的數字就全部側向食物 好啦,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可以得出些什麼呢? 純粹這一行 我們應該已經知道 小諸國在食物上應該是有比較有勢 如果不是的話 他沒有理由會專門生產這件事 然後出口 好啦,所以我們會知道 他應該有比較有勢在食物的時候 順便我們也會疑問的就是 他竟然是這樣 我們有沒有辦法知道他做食物的機會成本呢? 如果回到我們原本有兩個國家那隻表的時候 就是這一隻 有甲國、有越國、有電腦、有食物的時候 其實我們去找機會成本 是比較哪兩個數字呢? 我們是比較甲國裏面電腦和食物兩個數字 先還後值 我們先比較同一個國家裏面的生產產量 換句話說 其實現在的表只是一個國家 我一樣可以找到機會成本 好啦,給點信心自己 下一步我們要怎樣做? 就是我們透過沒有貿易和有專門化 Sorry 沒有專門化和有貿易的情況下 我們有個改變日 你會發覺小諸國犧牲了20塊的電腦 從而在食物的產量上多了200塊的食物 換句話說 其實一部電腦 應該是可以犧牲一部電腦 換到20塊 sorry 不是20塊 10塊 的食物 OK嗎? 這個 原來是這樣 這個物質就是OC 一個電腦的機會成本就是10個食物 好,下一步 我們得出了這裡可以找到機會成本之後 下一步 進行了國際貿易之後的總消費 總消費即是什麼? 即是說 你會見到右手的數字 無緣無故電腦又多了 接著這些食物少了 其實消費即是他有出口入口 他有透過入口買回一些他自己沒有做到的電腦 換句話說 其實由本身專門化的情況下 完全沒有電腦 變成現在有60個 其實他換了60部電腦回來的 那怎樣換回來的? 一定是賣出了一些食物 換回來的 賣了多少呢? 129 換句話說 其實就是一部電腦 是用兩個食物 這樣換回來的 OK 可以嗎? 好了 我們也可以這樣去看的時候 這是什麼來的? 原來這個就是TOT 貿易比率 一個電腦可以換到兩個食物 或者換回一個食物 換到0.5部電腦 這個就是TOT 好了 有齊了這兩樣東西 其實可不可以找到他的出口獲益呢? 可以嗎? 可以的 好了 不是甲國 應該是小豬國 小豬國裡面 他找到的獲益是多少? 我們看看 一個出口的是食物 好了 一個食物的時候 他賣出去的價錢是多少呢? 我們把TOT轉回來 把TOT轉回來做一個食物 就等於 好 把2放到對面 0.5個電腦 所以售價是0.5個電腦 好了 那價錢是多少? 我們把OC變回去 一個食物 就會移到對面 所以變成0.1個電腦 換句話說 OC就是0.1個電腦 整個貿易得益 就會是0.4個電腦 好 這一類的題目 全部都是要你刷解這幅圖 找回OC 找回TOT 然後其他MCA裡面有些數字 會問回你 OK